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得不多采访 多写稿 多加班 江湖人称两会许三多 全国两会 那可是每一位记者近距离聆听大会接触人大代表的机会 而我第一次上会有幸提前进一周就住进了驻地 从此就没有出来过 最特别的是我上完会连人民大会堂都没有见过 这种初走半生归来仍是新手的夫妻 老记者们是体会不到的 第二位提名者是人称飞天小南景的徐鹏鹏 科比爱看凌晨四点的洛杉矶 而徐老师最爱看的是凌晨四点的大火箭 我觉得自己真的是特别幸福 追火箭发射从火星追到月球 长河五号发射时 一夜都不需要睡觉 凌晨四点半发射 六点收工 到早上八点回酒店还能睡个回笼觉 其实我觉得一点都不会累 第二天中午十一点又开始了搬砖生活 这种在深夜里燃烧自己的福气 是你们各位求都求不来的 第三位提名者刘轩婷 不好意思刘老师 你好像没有词 因为我确实今年没有什么餐厅的经历 我这一年过得真的太苦了 我去参加进博会 那个展馆总面积几十万平方米 每个展馆都有各种外企的情人科技 为了把他们都看了 总得我腿都断了 金博会上还展出了 像在全世界最多钻石的墨镜 你知道带着他们有多重吗 还有全国的飞翼文化也都集中在那里 我一天内就看遍了各地飞翼 看得我眼睛都挖了 我这一年过得真的太苦了 很苦 嗯 哎呦别碰我花 别碰我花 在颁奖仪式的现场 什么都没有发生 接下来的提名者温孟欣 能够脚踩牛粪 剑步如飞 无愧于打工人上人的称号 我曾与一位记者同行 结下并肩作战的身后友谊 前一天我们还在一起 钻牛棚 喂骆驼 肯馒头 吃咸菜 然而 第二天他就不见了踪影 万万没想到 他就这样被隔离 留给我的纪念 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核酸检测 还是免费的那种 哎能和我争一争这个金苦瓜的 可能也就只有家会了吧 就你这样还想跟我比 2020我和千千万万记者一样 经历过无数次疫情报道 但只有我曾经被隔离在小区里 自己报道自己 我拥有活在工作里的福气 我的每一口呼吸都是新闻的素材 我的每一口食物都是自费的工作餐 我的每一个邻居都是独家信源 连居委会大妈见到我 都要亲切地问候一声 你别过来 我不接受采访 下面有请今年金苦瓜奖的得主 忠心郭碧亭 狼家会 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 祝福他年年都有这样的好福气 每个记者都见证过 艰难险阻 但时代更带给了我们 开眼界长见识的福气 有人逆行而上 有人比例前行 这一年里我们见到了许多动人的故事 正是这些动人的故事造就了我们 脚下有土 眼里才会有光 我们期待用微光照亮他人 影响并多的人 世界有无限可能 我们期待进入更好的未来 更好的中国 以及更好的你们 我们2021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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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